暗起杀心 当然也不光是这一个原因 同志和安德海之间的矛盾的由来已久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虽然说同志帝他是皇上 又是慈禧的亲儿子 但是安德海仗着有慈禧撑腰 很多时候不把年幼的皇上放在眼里 有一次安德海带着一个戏子 往楚秀公方向走正巧了 与同志碰了个对脸 安德海急于回公复命 负命是负慈禧的命 同志帝却非要把他拦下来 盘查细问 带着个戏子这是谁啊这是 没想到安德海是个急脾气 直接就顶撞了同志帝 一怒之下皇帝就动手打了安德海 安德海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也不能说什么 毕竟是主子嘛 但是心里边暗暗记下了这个仇 他就想着怎么能报分 后来你也别说 真让他找了机会 当时昆宁宫有一个十二岁的宫女儿 叫小玉 小女孩颜值挺高 又乖巧可爱 同志帝非常喜欢的 经常来找他玩 安德海看在眼里 记上心头 有一天安德海陪着慈禧在御花园散步 正赶上同志帝和那个小玉玩捉迷藏呢 安德海就假装很随意地跟慈禧说道 皇帝已经有十来岁了 同志能不对安德海活大吗 这件事情之后 两个人的梁子就算是彻底的结下来了 安德海心里明白 要想拉拢皇帝是不可能了 那就只有打压他呀 让他见识到自己的厉害 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因此安德海一有机会 就在慈禧耳边说同志的坏话 拜安德海所赐 同志没少挨吗 种种原因吧 同志帝对于安德海那是仇恨与日俱增 要想除掉安德海的心思 也表露得越来越明显 有一次 安德海向同志帝求字 同志帝想都没想 顺手就给他写了一个女字 安德海一看 心里还不是滋味非常生气 他以为皇帝这是在嘲讽他不男不女 其实啊 他压根就没看懂 同志帝这是给他一个警告 你想想看 所谓女字 不就是安德海的安字 去掉了头吗 同志帝这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 小心朕要了你的脑袋 可惜你 这叫什么呢 叫做翘眉眼做给瞎子看 安德海就没有看懂同志帝的字迷 还在继续的作死 而同志帝呢 也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彻底的把安德海啊 给解决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